大家好,这里是如实说,一个只说实话的频道。在8月中,我们看到了一次意外、纠结,甚至有点被迫的降息,以至于需要把当下的经济、地产、消费、存贷款、货币政策、央行的意图、银行企业居民的处境全都讲清楚,非常值得跟大家深度聊聊。 8月15日,央行做了4000亿的MLF和20亿的逆回购,把MLF的利率还有逆回购的利率都下调了十几点,分别是2.75%和2.00%。这是2022年内第二次下调政策利率,上次是1月份,4月份是降准,5月份是专门降的5年期LPR都没有调整政策利率。 按惯例,还是要跟大家说,这些词都是什么意思?央行是货币的掌控者,想给企业和个人印钱,发钱是需要通过银行手中的,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给的。 这个时候,就用到了各种工具,最重要的两个。 一个是逆回购,时间短,期限一般是7天。 14天,央行向银行买入债券,一手交钱,一手交货,到期后再卖给银行,金额越大,短期投放出去的钱就越多。 一个是MLF中期借贷便利,期限是三个月,六个月和一年,以招投标的方式。 银行给央行提供债券之押品,央行再把钱贷给银行,那很明显。 一个是购,另一个是贷,一个是短期,一个是中期。 作用其实都一样,都是央行通过量和价,也就是金额和利率,来控制货币发行的节奏。 这些钱,不管买卖还是借贷,到银行手里之后怎么办? 不同银行,手里钱多钱少,也是不同的。 银行们也会在同行之间进行短期的拆借,央行给的钱足够便宜,那银行之间借的钱也会便宜。 这就又形成了市场利率。 最终,这些钱是要带给企业和个人去赚息差的。 这个时候,就涉及到LPR报价了,也就是平时大家接触到的各种贷款。 生活开支的消费贷,企业的经营贷,个人买房的按揭贷,利率高低就看LPR了。 可以发现,其实这是一个链条,货币从央行流向银行,再流向个人的链条,逆回购和MLF的利率,决定了银行兼市场利率,影响了银行手中的资金成本。 最终决定了LPR利率,银行再通过加减基点。 最后,也就形成了大家的房贷利率。 所以,这次政策利率调降了十几点,房贷利率也跟着下降到了4.1%,LPR又分一年期和五年期。 今年还有个特殊情况,首套房贷利率可以突破五年期LPR下限二十几点。 要知道,年初的时候,绝大部分城市还是5.88%以上的利率,这才半年不到就降到4.1%了。 100万商贷30年等额本息,半年时间月供少了1000多块,能不能吸引买房的人我不知道,但可以肯定的是,6.37%的接盘侠们心口已经被扎得痛不欲生。 提前还贷潮可能会继续蔓延,关于政策利率、货币传导机制对房贷利率的影响,其实挺简单一个事。 绕了半天,只是想说得更清楚一些。 其实这次降息可以说非常意外呢,前段时间大家看央行的表态。 在二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里,专门说了,坚持不搞大水漫灌,不超发货币,还提到了通胀压力,已经做好有些月份CPI突破3%的准备了。 前脚刚说完,扭头就放大招,把大家都整得很意外,原因是什么? 市场里的钱越来越多,对大家有什么影响? 有三个角度,第一,时间点很有意思。 去年底,开了经济工作会议,定调了2022年是稳增长大年,还说政策还主动作为,然后,一月份就降了逆回购和MLF利率。 今年七月份,也是开了高层会议,其中提到力争实现最好结果。 然后八月份,也降了政策利率。 央行还是非常听指挥的,大的基调定下来,马上就落地。 第二,七月的金融数据,七月的金融数据,数据不太好看。 每个月的金融数据,其实分两块,一块是经济兑钱的需求,也就是全社会的融资规模。 另一块,是货币的供给量,包括广义货币M2和狭义货币M1,摄融多了,说明全社会都有强烈的借钱欲望。 想扩张,想扩大经营,愿意负债,货币多了。 那说明印出来的钱也多了,分析这个金融数据,其实也不难。 先看总量,再看结构,经济大概是个什么情况,心里就有数了。 这里我们重点聊摄融,摄融有哪些分项呢? 信贷,企业债,政府债,表外三项,还有股票融资,这几项,基本把这个社会上全部的借钱渠道都包括了。 大家看,有贷款,有债券,有公司上市的融资,有地方政府发债的融资,还有信托,还没贴线的银行汇票之类,杂七杂八的钱。 7月,新增涉融7561亿,同比减少了3191亿,信贷新增4088亿,少了4303亿,企业债券只增加了734亿,少了2357亿,这说明什么?贷款变少了,企业发债也变少了。 为什么贷款减少这么多?我们继续看信贷的分项,企业,居民,票据,非营,居民短贷少了354亿,中长贷少了2488亿, 企业短贷少了969亿,中长贷少了1478亿,答案出来了,愿意贷款的企业和居民,少了4000多个亿,这是大头。 更奇怪的还在后面,M2余额达到了257.8万亿,同比增长12%,M1余额66.18万亿,同比增长6.7%,不管M2还是M1, 不管是企业的活期存款,还是居民的活期和定期存款,不管是环比,还是同比的增速,全都在上升。 我们甚至可以用飙升这个词来形容,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,社会上其实并不不缺钱,银行手里也不缺钱, 但企业和个人都在存钱,货币大把大把地涌出来,就是不想带,企业和居民,为什么不想带,其实看俩个指标就行,企业就看PMI,居民就看房地产的销售, 7月疫情又开始散发,分析师李其林的报告里,提到了一个数据,PMI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,环比下降了3.2%, 还有,高炉和水泥的开工率,也都在下降,做生意,要看经营预期的,这种散发的证实, 今年不断地打地鼠游戏,当然会谨慎扩产,地产就不用说了,现在市面上90%都是7房, 当大家连房子能不能交付,这种最起码的信任都已经没有了,买房就是跟自己过不去, 一个是信心,一个是预期,大家再看一下时间,8月12号出的7月金融数据, 紧跟着15号就将政策利率,央行行动堪称光速,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, 也是这次降息,最值得讲的地方,MLF和欧某利率降了十几点,说降就降,一点都不含糊, 但是,MLF的操作量是4000亿,要知道,8月份MLF可是有6000亿要到期, 还记得上面跟大家说的吗,MLF是央行借给银行的钱,有期限,有数量,有价格, 是主要的印钞方式,到期之后,央行是不是续做,续做多少,决定了基础货币的供给量, 这就很奇怪了,如果说,降息代表了央行想印钞的意愿,那MLF也应该加足马力, 把6000亿全部续做,或者超量续做,不应该缩量操作,还减少了2000亿, 一边是果断地降政策利率,引导房贷利率继续下降,另一边是缩量收水, 不给银行提供过多的钱,看起来太矛盾了,这就是货币研究美妙的地方, 央行其实很清楚市场里钱已经够多了,也清楚制造业缺的是预期, 房地产缺的是信心嘛,而且,对着一大堆数据来回解读的知道的更详尽, 更深刻,关键问题是,怎么做,这就是我们要聊的第三个角度, 央行要确保MLF印钞机制的权威,换句话说,市场利率不能偏离政策利率, 不能出现倒挂,否则就会造成货币工具的失效,这是很严肃的问题, M2和M1的数据已经充分表明市场里并不缺钱,所以,没有必要再等量或者超量续做MLF, 没有必要给银行更多的钱了,正因为每家银行手里的钱太多, 又带不出去,就产生了一个奇异的现象,银行兼拆借市场的利率, 远比政策利率要低,在降息之前,银行兼债券质押式回购利率处于1.35%的水平, 距离2.1%的7天7逆回购利率相差了75个BP,同业存单接近2%的水平和2.85%的MLF操作利率相差80几点左右, 这意味着,一家银行从市场上融资的成本,要远远低于从央行那里拿钱的成本, 好,换作你是银行,如果能以1.3%的利率借到钱,何必以2%以上的利率, 从央行那里借钱呢,能借到比常规货币工具更便宜的钱, 就意味着,银行之间会更多的资金套利,更多的资金空赚, 这个时候,就算MLF的操作量再大,除了硬塞给银行之外,不会起到任何积极的作用, 可上面说了,企业缺预期,居民缺信心,货币工具不动又不行, 这个时候,折中的办法,或者说,有一点无奈,甚至被迫的办法,就是, 一,降政策利率,缩小与市场利率的偏离空间,二,缩量收水,减少银行手里的流动性, 银行手里,钱少了,同行之间,借钱变贵了,央行借钱变便便宜了, 避免银行之间,资金空赚,树立货币传导机制的权威性, 另一方面呢,存款和贷款利率,也会跟着降,还能保证银行赚息差的空间, 存钱的利息少了,刺激大家把手里的存款花出去,贷款的利息更少了, 提振大家做生意和买房的意愿,当然,货币工具,毕竟不是万能的, 货币政策,已经做了该做的事情,剩下的是什么, 是给依旧存活的房企更多的融资,更大规模的资产管理机构和纾困基金入场, 让更多的期房复工交付,更低的房贷利率, 使大货车更顺畅地穿梭在高速公路,更多的影院,酒店,商场, 明山大川人头传动,使更多的水泥,厘清,挖掘机生产线开工, 更多的工厂机器轰鸣,但是理想与现实总有一段差距, 中国的经济下行还有持续好一阵子,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,如果有说的不全面的地方, 麻烦大家留言做个补充,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讨论, 留下您的宝贵意见,本期视频到此结束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